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武功小考中 陈浩宇团凭借出色的表现喜提第一名 获得了新增一名唱LOW现场的名额 作为队内的专业歌手 谢金燕自建演唱米南语版洛宇生 虽然这一选择极具反差魅力 但最终却未能获得队伍的支持 究其原因 现场观众能听懂米南语的比例较低 谢金燕的人气虽然不低 但也不是顶尖级别 考虑到这是一个经济舞台 需要综合人气和专业表现来争取高分 为了确保能够拿到20分加成 队员们在投票时只有一位选择了谢金燕 谢金燕的失望显而易见 她的米南语歌愿望只能像柳妍一样暂时收敛 但从团队整体利益来看 她们的决定也有其道理 选歌的时候 万尼达选择了说唱周 谢金燕自建的洛宇生被否决 孙夏琳演唱恋人未满 郑妮可选择了太阳 后两首歌曲因不适合竞技而被排除 陈浩宇强调郑妮可是舞单 明显是为团队的综合考量做出解释 在《乘风2024》的竞技舞台上 现实往往比梦想更加残酷 谢金燕尽管有专业实力 但在综合考量下 万尼达的周更符合团队的利益 这一决定虽然现实 但却也让观众看到了竞技舞台上的无情 通过这次事件 观众们对《乘风2024》这个节目的残酷性和竞争压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姐姐们不仅要展现个人才华 还要在团队利益和个人梦想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谢金燕的经历再次证明了竞技舞台的激烈和残酷 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未来的比赛中 谢金燕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 观众们将拭目以待 从《乘风2024》陈浩宇团在《武功小考》中喜提第一 便获得新增一名场落现场的名额 因陈浩宇 袁亚维已经是场落现场的人员 就不参与最后一个场落现场名额的自荐 其他队员除张雨昕外都自荐了 其中柳妍自荐时还被大家笑 原因是她是演员 一个演员去纯唱 还是现场 听住是有点滑稽了 何况柳妍的人气虽不低 但也不是非常高雅 只能说姐姐们还是现实的 或许对笑也在自己预料中吧 柳妍并没有第一个自荐 而是等其他在唱票方面比自己专业的人自荐完后 在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也想唱 还没说自己要唱什么歌 其他姐姐都笑了 只因为柳妍是演员 唱和跳都不专业 而上落现场得平唱功 好多专业歌手都在这上面在跟头呢 何况非专业歌手 对自由演员很真实 很诚恳 看 你们都在笑 像我这样的所以更没有机会 在整季的舞台我都不可能有二次表演的机会 说实话 如果她只是展现我梦想的话 我可愿意报名了 但是因为这有舞台成风值之争 所以我得考虑分 柳妍这话没毛病 愣姐是有竞争有淘汰的 想唱漏现场 为团队争取20分的是 要是没相当实力或人气上去唱就等于只是实现个人梦想罢了 要是输了 可能就等于把对舞内人气低的姐姐送走了 显得很没责任心 所以柳妍也只能表达自己的愿望 同时表明自己的清醒认知 可不敢强烈去向大家争取同意 哪怕争取也未必有用 毕竟陈浩与团泄经验正一可 孙夏琳的个人喜爱度都低 他们的人以及其他组员尤其是队长考虑到淘汰问题未必会选有言 最终经过集体投票 是万尼达场奥现场去了 原因自然是因为万尼达是专业歌手 实力没问题 原因20万尼达的自见理由有点道理 他自见现场唱周爱达高爱逆时说 那是他自己一首纯说唱的歌 他觉得其他舞台都是纯唱 没有说唱 他要是搞一首纯说唱可能有反差 会拿到不错的票数 而这两个原因反过来也是柳妍自见唱奥现场会被大家笑的原因 不是歌手 他能唱的别人唱得更好 很难提高堂队争取到20分加成的概率 而其他几位自见没被选中的原因则是虽能唱 但缺乏特色 难形成反差 同时也与人气有关 像孙夏琳想唱猎人未满 因为他之前在节目里唱的不多 鼓攻时他也想唱二人纯声乐舞台问风 不想唱场跳团秀曲山风点火 可团秀需要他担任dance 为了团队只能去团秀 现在有机会唱了肯定要积极争取 想唱太阳的正妮可也差不多是这原因 无论是他之前在女团 还是参加浪捷舞 从头到尾都是舞单 他就想好好的唱一次 但他们都不是大咕口 而且在一堆唱漏现场的专业歌手中 可能也很难有自己的特色 人气又不高 肯定是没人选他们 只能像柳妍那样表达一下意愿而已 要是唱现场是唱跳曲目才有可能选他们 至于同样自见了的谢金燕嘛 他想唱周杰伦《米南语板落语声》 反差是有 可是现场观众能听懂《米南语》的估计比例不大 纵然他是专业歌手 也是比较难为队伍拿到20分加成的 所以投票时只有一位队员选择了他 他也只能像柳妍那样警示表达一下自己在乘风2024舞台唱《米南语歌》的愿望而已 为了团队还是得暂时收敛自己的梦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